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这一年很多时间台北北京两地住 尤其在北京特别自由 我看到现在变红山君了 到北京变红山君了 不过在北京的确是什么都可以 叫我干什么我大致都没太多意见 就觉得心里比较自由 特别这阵子台北又有什么运动让我很害怕回去 回去你就忍不住 因为那些都是你的晚辈孩子们 他们做那些事你总是替他担心 但是又不想给予太多的意见 这时候你就老是垫着 那你远距离看就可以客观的看 然后想了不起就微信回应一下就行了 那还是客观一点 因为该有不要在那个军事之中 天暖千万不要再天暖 这本身我就觉得说明台湾的这个文化人 实际你还别说多么闲散 他们骨子里我觉得还是关心社会的 当然是吧 绝对是 你这不像你在北京 你比如说我是虚无主义者 你学生闹什么事 跟我完全没关系 但是我跟一些台湾朋友谈 他们不管是想表示保持距离 还是批评 还是热烈同意 你都会感觉到他心里是关心这些中心 还是关心不一样 那是公民 公民意识 还是有公民意识的 他你对因为那个地方 那个社会是什么样子 你关心 而你关心你觉得有价值 是因为你能参与它的行程 它的变化 它的决定 但是在我们这 在北京就是你关心不关心也都那样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 叫做天心地命吗 操的是卖白粉的钱 赚的是卖白菜的钱 对 最近我听过 北京台湾多少有趣的艳语 不过最近我才发觉中文的艳语挺有趣 那天我在云南还听了一个描述地形的 又描述那种热命感 叫做三十五里坡 四十里庆 三十五里坡 四十里庆 二十里坪路 不用问 就是你永远得翻山 坪路就是二十里 又得翻山的 地形 你的生活都在这里面 我就常觉得某种宿命感 你刚说那段也是某种宿命感 宿命感 所以现在千尔哥你看人退了休之后 琢磨问题非常的开阔 什么都 他就是自然发展的兴趣 你看我听说为什么今天请他来呢 他对一个什么事咱们还很少聊 他兴趣点 他说现在有些新的发明 是 很科技的这种东西 他特别想说说 你觉得这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有 其实我最明显是在 因为我朋友知道我收艺术 其实这几年艺术 其实有一个最大的是 视觉的改变 从摄影的发明的时候 同时印象派出来了 可是就像刚刚我们在录影前说 位置的问题说 现在十六比九 我就 当然这个 在做电视的人 可以了解是视频关系 但是我们就挺有趣的是 不止这些 像4K电视出来了 像摄影已经到高清 已经超过眼睛的时候 其实美术的绘画 特别是绘画跟雕塑 已经有了新的改变 就是有一些东西 已经超过你的视觉经验的 实物的存在 而科技最近陆陆续续 其实很久以前 从仿生学开始 已经很多已经超越过人的五官 就是视觉 听觉 触觉的经验 但是它是真实的 我们总以为我们看到的 听到它是真实 但是科技已经超过 我们的感知能力的时候 而产生新的价值观 或者新的美术观 这点太有趣 尤其超写实 这是这几年发展的绘画的概念 其实在坦白讲 我们的超写实 就是我们现在摄影技术 造出来的照片 已经到没有可以放到无限的 相当的巨大 而且没有看到摄点的时候 现在4K电视已经接近到这 4K是什么意思 4K就是比高清再高4倍 但我觉得你高清 眼睛已经超过了你眼睛了 它在4K还能怎么样 高清近距离的时候 你还看得到光点 4K的时候 你近距离的时候 已经没光点了 但是我们具体看到毛续孔 可是我们作为坦白讲 我看到你的皮肤感觉你有毛续孔 但是4K告诉你 一个坑 一个坑 这已经超越你平时肉眼的 像显微镜的精度了 对 所以造成人再创造绘画 甚至所有动物的生物的进展 其实是跟环境的变化有关系 当科技的环境超越你的五官的时候 太好玩了 就好像前一阵子就跟朋友聊这些 然后就得到一个数据 哈利波特里面的魔法 现在用科技可以完成了 已经到三十几个%了 最有趣的就是 那个大化 旧化矿里的化石会动的 其实这个就是 这是可以的 当然可以 现在最厉害的是 那个抖篷的隐身术 这也做得到了 隐形抖篷 对 当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在跟我们的 生物已经拥有的 本能的五官的能力以外的时候 那环境的改变就造成我们的进化的改变 就在想我们的进化改变会发展到什么 我觉得这是太有趣的题目 所以我常常觉得 第一 你又很能够聊对一些异常的事情的讨论 梁兄又从哲学角度看 我就提出这个题目在你们两个的观点里面 会讨论出什么 你说的这个 说是最近在西方有那么一本书 叫做《失控》 对 这个人他好像研究了多少年 实际也有点五迷三道的 经常是一个人流浪 在思考一些这种问题 但是他这个书很有影响 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第七类生命 你好像有个英文的词 叫什么TECH什么 他就是说技术 这是个石破天惊的看法 是 他认为技术也是生命 你认为他就是 那么为此他检讨 就是说你认为生命是什么 比如说有自主的思维 是 那么他就给你抬杠了 他说那么小朋友 一岁的小孩 他没有自主的思维 但是他也叫生命 是 他就是这样来推导推导 最后他就在想生命到底是什么 于是他就认为 你比如说现在已经很难分得清楚了 心脏起泊器 是什么 包括说现在小姑娘们带的美瞳 是 但是美瞳不是属于你的 就是他你需要的时候就带着 但是现在女孩子就希望你能不能发明一种不用摘的美瞳 生物的 我就一直不但改变我眼睛的颜色 还改变了我的视力 几年我都不用摘下来 他说这样的发明最多要不了五年就会出现 那么到时候你已经很难分得清机器技术和人的界限在哪里 甚至他更进一步提出来的就是 人下一步要为机器人建立价值观 引导他们做好的机器人 以免将来他们自把自为把我们干掉 就是他推演出这么一套体系 但是这个其实并不奇怪 比如说像机器人的伦理 这很多年前就有了 电影都拍过 就是克拉克 他就已经有所谓机器人三大定律 对 就规定机器人应该怎么做 这跟人的关系 但是你刚刚说到机器人的问题 或者技术会不会到突破点 这是一个过去十年来 我觉得是人类历史上 对生命的理解变得最复杂的十年 最焦虑 为什么呢 因为这十年生物科学 现在已经让我们看到 就重新回头问什么叫生命 对 你问生命是怎么来 我们现在一般说生命就是一种有机化合物 一定是有机化合物才有生命 但是问题有机化合物怎么来 一定又是从无机物来 于是现在大家都在重演那段历程 地球刚开始是怎么从无机到有机 有机化合物开始产生细胞 我们定义生命 为什么说细胞最好 就是因为它要能够有繁殖能力 再造自己的能力 对 这个就是很关键的定义 对 那么现在我们基本上能够在实验室 可以再造复制 把它完全做出来 而且这个复制是怎么样复制 不是拿你的都闻到细胞出来 不是这样 我们人工造一个生物 所以完全做得到 人终于成为上帝 我们现在是再也不是基因改造 甚至不是基因改造 是创造生命 造物 造物 那现在的科学家造物 他并不是为了要想虚荣一下当上帝 而是为了要理解生命的诞生是怎么开始 那么这个是过程里面就发现 所谓的无机跟有机的这条界线 其实非常模糊 是 非常模糊 那这个模糊之后又想到另一个问题 就刚讲机器人 机器人或者是我们讲AI 更准确的讲法 就是人工智能 现在这霍金 Steven Hawking不就谈过这个问题吗 他是悲观派 他是悲观派 但是无论你乐观悲观也好 都现在必须承认一点 就是预言中的那个基点快到了 Singularity 基点指的是是个名词 它指的是到了某一点 我们的AI终于产生自我意识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产生自我意识 就是说开始意识到我了 那一点现在越来越接近了 以前我记得有预测说是2040年就会到达 现在已经有人拉前到2020年 人类就会AI发展到那一点 当那天出现之后 当有一个AI 他开始意识到我了 我是谁 你们是谁 我们整个生命观念又会变化 所以在过去10年 生命这个东西变得特别麻烦 你看最近有一个电影 我看他们很多女孩 看叫赫尔 对 你看过那个电影吗 太好了 去年我觉得美国电影基本写的最好的一个 是吗 你喜欢看 太喜欢 连音乐摄影我都太喜欢了 就像你说的 关于人工智慧 再发展就所谓的情感了 情感 对 我们跟一个虚无的坦白讲 它是一个虚拟 就是一个program 对 产生感情 所以你看的是什么感想 我看来是特别激动 我看了之后 我是觉得我原来认为这个界限是不可逾越的 我原来认为机器永远是机器 是没有自主意志 但是我看了这个电影 我认识到也许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他给你找一个陪你聊天的小姐 他其实输入一些感情的软件 模式 城市 慢慢的 你好像这种东西发展下去 你真不知道是什么 比如说原来就是说 计算机打败国际象棋大师 叫什么卡斯帕罗夫好像是 最后没有几年 深蓝计算机 下棋就赢了他 又赢了 其一就是很复杂的一些考虑 一些运筹 那么你说再加入一些感情反应 我觉得这需要设计者 他能给人类的感情 行为建立模式 建立某种模式 他得是这样 事实上 这又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 人类的情感或者什么是有模式的吗 我不是有模式 是有就像计算机现在发展是把我们所有的情绪记忆 如果当中做data来看是 我们一个反应是很多data run出来的 选择一个反应 那个赫尔电影 我最有兴趣 最聚焦的是 那个男主角吃醋了 当他知道他跟六百多个人进入感情的恋爱 接近恋爱这个情绪关系 他吃醋了 他解决 因为他就是一个program 他没有肉身 然后他的确在精神得到很大的满足 他愿意甚至跟朋友宣告他的情愿是他了 可是他都可以 就是他没有肉身的欲望了 没有信誉 都可以 他可以只要感情满足 但是当他聚焦在这一点的时候 当他知道他同时在跟六百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吃醋了 他在选择犹豫 可是这个机器人是没有这个顾虑的 他没有这个情绪上的困扰 这就是我不晓得在人工智慧发展的时候 情绪的问题有没有跟着 因为你知道他高科技的程式 如果运算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是不是人类还没有发展到那么厉害 我们还有会被情绪给困扰 但人工智能是没有情绪的困扰的时候 那又是另外一个要去面对的问题 这个电影我就看到这一点特别有兴趣 所以你看这个iPhone和比最早的手机 你就能看到 就我刚才说的西方的学者 他的有句话我觉得说的对 就说这个技术 任何技术 这个技术的终极是什么 就是人类为了方便自己创造一个技术 但这个技术要不断完善 它完善的目的是什么 最终是什么 最终就是像你一样 对吧 他越来越像你一样 最终就像到赫尔这个电影里一样 我希望你就是一个我的女朋友 对 好 那么最终涉及到这种程度 我认为在一点上就是你说的这个基点会到哪 我倒不觉得这个机器人 他真的能够说自己产生什么意志 但是到时候必须会出现一个类似于量子力学那种选择 比方说 不是 比方说我找一个我的女朋友 那就涉及到什么 我说一句话 这个机器人怎么对我反应 我设想发明电脑软件 就发明这种软件程式的人 必定就像下国际象棋一样 他会储存很多种选项 对吧 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机器人 他要在很多个选项里随机选择一种的时候 他就不可控制了 不可控制 你不觉得吗 就是说比如说你说一句话 如果说我在他的这个电脑里储存十种可能的答复 这是有点像那种模糊模糊梳理模糊逻辑 就是说最终如果我授予这个机器人一个权利 他可以在这十个回复当中 任选一个吧 咱就算 到这个时候 我认为你就没法对付他了 或者说你 你明白吗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会选哪一个 对 其实这并不复杂 现在都已经做得到 现在基本上其实问题的焦点在哪 就我们讲理智也好 情感也好 情绪也好 你从现在比如说认知科学 脑神经 所以这几门学位是汇聚在一起的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都只不过是我们的大脑皮层 是我们的神经元 它们种种的组织 中间的电讯反应而已 那些东西都是很简单 就是用电脑来换成零语一 假如说我们整个program 或者我们制作过程能够复制 或者非常逼真的制造出 像类似大脑 当然大脑我们说是人 最精密的 世界最精密的机器 但那基本原理 基本构成简单 就是反应 跟接收反应而已 当我们把这些都能够创造出来的时候 它能不能自己组织呢 当它能够自己组织出来的时候 它当然就能做到你刚才说 那种状态 已经做得到 再下来的问题就是 它有学习能力 我们不要以为将来的AI就很蠢 就是说它没有感情 比如说你跟他说 你今天心情好吗 这怎么讲的 他就不知道你回答什么 他会知道 因为他会学习 他经过学习之后 他会进步 而且可以学得非常快 进步得非常快 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到了那一天的时候 那我们能不能定义它是生命 他也是人 但是问题是现在又有一些新的学说 这是一个过去两年很惹争议的一个学说 是美国的一个做 也是做认知科学的学者 但是他大胆的挑战到了宇宙学领域 就是天文学领域 去谈什么呢 就是说所谓的宇宙 会不会有点讲的像佛家 有可能必须依赖于人脑 的认知才存在 那么他整个讲法有点悬 但中间的关键就是扣在量子力学上面 来讲的 那么但这个现在也是惹争论 因为如果他这个讲法成立的话 那么就表示说 我们的认知部分的决定了 这个宇宙的存在 就假设假的这个宇宙存在 那么当如果有一套AI系统出来之后 他怎么样参与到这个宇宙 或者说他认知的宇宙是什么样的宇宙 所以真是很还是去广告吧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千哥最近还出了本书 是相遇而已 我要的是那一瞬间而不是永恒 听上去比较像 当时取决书名的时候 编辑一直希望是要永世间的相悦 我说得有八十岁写才适合这个书名 我承担不解 我说就是预见了 就像今天又有机会来 又可以听听两位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互动 就在相悦说你得到资讯留住了 变成你以后思考一个 又一个数据像β机器人有多一个β进来 以后他思考 所以我一直觉得相遇是起码在有机的生命 在我来说是一个最有趣的事了 其实就是你刚才讲的 我又觉得又绕回头 你科技发展到这么先进了 你对生命是什么 你还没弄清楚 我前段时间跟一个医生谈话 他就讲 说现在其实一个人怎么算生命终结 是个相当难办的事情 你知道吧 就说医院 比如说我抢救一个人 你知道他说现代的最先进的一些技术 简直就可以说是 接上机器 接上管子 你就活着吧 对 你说脑死亡 心脏还在跳 你说你呼吸不行了 呼吸不行 安上呼吸机 你能够呼吸 甚至于他说 你要不要无限的抢救 无限的抢救 我有很大的可能性 我能让你这具躯体 嗯 再跳动 运行 再运行 你就像是一个一个人的机器 是 你没有了任何思想意识或者什么的 那么 你说到底在哪个点上 你的人算死亡了 生命算消失了 是 所以就联合你刚才说的机器人的问题 你连人这架机器 到底算什么 因为人确实能操纵 我能让你心脏一直跳 是 甚至于就是说 安上心脏起波器 是 你不是一直在跳吗 不是 甚至生命的人类生命 从哪一刻才叫开始 你刚才讲的是什么结束 对 才叫开始 都是有争论的 对 哲学界里面 比如说我们研究伦理学的人 就常常争论的人就是堕胎 是 对 我们说堕胎为什么不行呢 就传统的讲法是因为那是等于杀人 对 那很简单 马上问题就来 从哪一刻开始受精卵 叫做人了 没错 是受精力刹那吗 好像不是 那么胎月到多大呢 那么于是你想想看那个过程 你要断一个点出来说 对 人就在这时候出现了 对 你要那么说 那我觉得受精之前 我们精子也很活跃 凭什么就不把我们算人 精子 对吧 精子就是个质的权利 所以有个笑话 看几天那么费劲 容易吗 那么有 有个笑话 那这虚岁跟实岁是看似 从爸爸那一头算起来 从妈妈这一头算起来 对啊 爸爸那一头算起 就多十个月 妈妈那一头就算起来 那有道理 那是虚岁是吧 对啊 那也是多少亿的人民呢 你说藏重量很潜 潜在的人民 所以科技也让我们 对一些生命的价值 审美观 还有很多重新的思考的机会 接下来为您播出 文明启示录 会失控 就是你还没弄清 你自己怎么回事 但是你已经开始 就像个人 你这种事 你这种事